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冰冰 以下是今天的報導 自黑參議院議長韋德齊 9月1日在台灣立法會演講 見美時用中文說出 我是台灣人 表達對台灣對自由價值的支持 當時感動台灣官員起立鼓掌 維德齊是引用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在西柏林演講時的名句 我是柏林人這句話 表達對共產主義專制政權的不滿 並鼓勵被東歐共產黨包圍的西柏林人民 維德齊率領的89人代表團結束訪台行程後 5日返回節刻 在布拉格機場 各8位民眾手持感謝和我是台灣人的標語歡迎他們 維德齊表示 接下來他將與總理巴比斯 和政府各部門分享訪台的成果 讓他們了解與台灣合作的巨大潛力 不過還要看政府是要製造障礙 或者搭一座橋 隨團訪台的布拉格市長賀瑞普也表示 布拉格與台北兩個城市 有望在未來實現飛機直航 維德齊4日離開台灣前表示 沒有承擔痛苦和困難的決心 就無法享有自由民主 選擇誰正 甘於屈辱與妥協 不會讓老大哥心軟的 維德齊率團高調訪台 引起中共強烈反彈 中共外長王毅的歐洲之行 最後一站到達德國 9月1日他在柏林的新聞發布會上 威脅之客要為維德齊 率團訪問台灣付出代價 而站在他身邊的德國外長馬斯 卻毫不客氣地回敬說 恐嚇在此不起作用 並表示歐洲作為一個整體 在很多問題上會密切合作 隨後 發覺斯羅法克等歐洲國家 也紛紛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德國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諾特根也在推特上譴責王毅 說中共外長在德國訪問 同時就在恐嚇歐盟成員國的議員 這是一種外交侮辱 也是對民主社會的冒犯 泰晤士報對這一幕的解讀是 德國直接告知中共停止恐嚇歐洲 而華盛頓郵報的評價就是 王毅試圖在歐洲望讓保留 不過收效欠佳 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陶根哈特也說 中共似乎對大陸境內囚禁 和號形迫害數百萬人並不滿意 他們還想在海外禁止不同的聲音 因此威脅和欺凌民主社會 成為獨裁中共的其一大特質 彭博社評論人黑路斯9月5日發文說 國際社會知道中共隱瞞新冠病毒疫情後 中共的外交就特別不成功 而王毅的戰狼外交更是讓歐洲更快地背棄中共 並與美國站在一起 王毅這次歐洲之行 應該讓他意識到歐洲的風向變了 黑路斯說 歐洲為了能與中共做生意 多年來一直都在對中共示好 因此 亦一直妄顧中共放落的人權罪行 以及中共在貿易上的強取好奪 馬斯的話 和多國的表態都表明 過去歐洲一味 垂政的時期結束了 黑路斯最後提到 中共的戰狼外交已經讓歐洲造成 無論美國總統大選誰會獲勝 歐洲都會與美國站在一起抵制中共 為了報復美國的頻繁制裁 上星期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 引述國內專家的說話說 中共可能會繼續拋售美國國債 如果中美關係出現極端情況 比如軍事衝突時 中方甚至可能稱空美債 自從中美2018年爆發貿易衝突以來 中方多次威脅要拋售美債作為核選項 根據美國《財政報》數據 截至今年6月底 中國持有1.074兆美債 較去年同期下降了3.4% 對此 美國財經人士泰勒特登在金融博客網站 凌對聰發文說 中方認為的核選項 無法對美國起到金融核武器的作用 因為美聯儲在過去3個月中 貨幣化的債券是中方持有債券的3倍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 告訴新唐人 中共現在缺份美元現金賣了一部分美債可以起到籌錢的作用 不過中共用拋售美債來與美國打金融戰是不成立的 它這樣打對它自己沒有任何好處 只會讓它損失很多錢 美國的基金 比如退休基金持有大量的美債 每日交易的美元國債都是十幾兆美元以上 中共拋售一兆都不起什麼作用 它要拋售的話 美債的價格就會下跌 這個時候美國直接買過來就可以了 等於償還了中國利率更高的國債 實際對美國來說是省錢的 謝田說 中方大舉拋售美債 會導致美國的報復 會加劇美元和人民幣脫鉤 或美國整個禁止中國金融機構使用美元的流通體系 德登也認為 近期中方再次威脅拋售美債 可能引發美中全面的資本戰 俄羅斯舉辦的2020國際軍事比賽 在8月23日至9月5日舉行 中共派出最新式的96B主力戰車和部隊精英出賽 不過就節念出現狀況 在比賽的第一天就不將中共五星期倒轉來拿鬧笑話 相關圖片在海外社交媒體迅速傳播 隨後更在8月30日的坦克兩行半決賽中 中共的703日坦克 一名砲手從坦克上跳下來後腳步不穩 然後身體搖搖晃晃 瞬間腳軟向後倒地 隊友連忙將他拖走 不過相關警象卻被全程直播 有網友說可能這位砲手中了數 中共在過去的多次實戰演習和對抗賽中經常出錯 也暴露出嚴重問題 2014年5月的一次境外軍事演習中 經過兩宗夜連續行軍 中方有40架坦克 先後出現狀況不能動 最終也只是維修好15架 2016年的國際軍事比賽中 中共軍方推崇的96B新型坦克在行駛中 左側第一個車輪突然脫落到一邊 此外 中共軍隊的硬件設備也引來嘲笑 2017年7月中共遼寧號航母高調出現在南海 因為遼寧號航母冒出大量黑煙 被諷刺是否燒煤的 外界也發現遼寧號自身存在很多致命缺陷 藍體自身壽命二個半 藍體也存在極高的崩裂風險 由於藍身設計問題 藍載機無法發揮全部戰鬥力 遼寧號航速慢 不具備夜間作戰能力 容易受攻擊等等 中共的軍費開支逐年攀升 不過軍隊內貪腐賣官橫行 貪腐也被認為是影響中共軍隊 戰鬥力的頭號殺手 也使外界對中共軍隊的真實實力一直存在疑問 好了 希望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點讚 你的分享也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多謝下次再見 2 5 4 4 感谢观看